大家好 欢迎收看1月1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中华民国新版晶片护照11号正式的发行 保留现行版本的元素和架构 放大了台湾的字样 进一步提升晶片护照封面的台湾辨识度 而发行第一天 外交部东部办事处就完成了38件的申请案 是去年疫情期间 每天申办数量的三倍之多 中华民国新版晶片护照110年1月11号正式发行 一大早就有民众来到外交部东部办事处 期待焕发新版护照 新版之后你有特别喜欢吗 我觉得不错啊 我觉得不错 简单大方 今天是特别来还是刚好 都有 有都有 也特别是今天来 先生您今天是护照到期还是特别 特别来的 特别来的 哈喽 特别来的喔 真的喔 为什么要特别来办这个新版护照 是很有意义 因为把那个 台湾这个字放大了 非常的有意义 新版护照保留现行版本的元素和架构 放大台湾字样 提升晶片护照封面的台湾辨识度 新版护照啊在9月发布之后 有很多民众都来咨询 都来 来 来询问 我们就鼓励他今天1月11号才正式发行 那新版护照跟旧版护照的差别啊 只有这个我们的国号 还有这个国费这个元素都不变 架构都不变 只有台湾的部分把它放大 增加台湾的辨识度 带着台湾的护照 然后在全世界跑 我们本来啊 那个护照规定啊 是效期不到半年才接受申请 因为新版护照 所以就都不继续效期 想换的人随时可以拿旧照来换 那不想换的旧照到用到 效期结束也都可以 发行日这一天 东部办事处完成了38件申请案 是去年疫情期间 每日申办量的三倍之多 外交部表示 民众的护照 无论效期还有多久 都可以来申请换发 新版的晶片护照 如果不申请换发 也没有关系 可以继续使用到 护照效期截止日 而新版晶片护照的规费 是维持每一本收费 新台币1300块钱 借旅会欢迎市报导